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贝索斯蓝色起源太空旅行 新谢帕德火箭停飞原因 蓝色起源新格伦火箭开发 亚马逊对抗马斯克STARLINK计划 新谢帕德火箭无人飞行事故 贝索斯的蓝色起源计划 在停飞15个月后飞往太空 Bloomberg 蓝色起源Blue Origin LLC的太空旅游火箭计划 于周二首次飞往太空 这可能标志着杰夫·贝索斯 Jeff Bezos创办的公司 在去年发生飞行故障后 恢复常规飞行 新谢帕德火箭主要用于将付费游客 送到太空边缘并返回 此次旅行没有乘客 相反 新谢帕德火箭将运送短暂在太空中 进行测试的研究实验 以及学生的明信片 如果飞行顺利进行 预计太空舱将在起飞后 约11分钟降落在地球上 成功的飞行可能为人们很快 重新开始乘坐 新谢帕德火箭铺平道路 尽管该公司尚未提供 游客航班重新启动的时间表 对于这家一直在执行 其最雄心勃勃的 太空飞行计划方面 遇到困难的公司来说 成功的飞行将带来急需的胜利 其更大型的新格伦火箭 和B4发动机的开发 一直受到多次延误的困扰 本月早些时候 亚马逊公司的老将 戴夫 林普 Date Lind 接任蓝色起源的 新任首席执行官 这是一次重大的领导层震动 阅读更多 亚马逊将在挑战马斯克的 Starlink上 花费100亿美元 最近 贝佐斯表示 他认为蓝色起源 需要更快的行动 这也是他离开 亚马逊首席执行官 职位的主要原因之一 贝佐斯的目标 是将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他的火箭公司上 贝佐斯在由 Lex Friedman主持的播客中表示 我们将成为世界上 最果断的公司 我们将非常擅长承担 适当的技术风险 并迅速做出这些决策 新卸帕的火箭 自2022年9月以来 一直停飞 此前该火箭的无人飞行 在任务开始后不到一分钟 就发生了发动机爆炸事故 这一停飞 使得维珍银和控股公司的竞争对手 有数月的无竞争的亚轨道旅游业务 这一事故 触发了新卸帕德火箭的紧急中止系统 迫使火箭顶部的太空舱 迅速分离并逃离故障车辆 定义 人物与事件 影响 贝索斯的蓝色起源计划 与新卸帕德火箭的停飞 蓝色起源公司 Blue Origin LLC 由亿万富翁杰夫 贝索斯 Jeff Bezos 于2000年创立 旨在开发太空旅行技术 实现商业载人航天 该公司的新卸帕德火箭 New Shepard 是一种亚轨道飞行器 设计用于短暂带领乘客 体验太空飞行的无重力状态 并观赏地球曲率 新卸帕德火箭的名字 人自美国宇航员艾伦 谢帕德 他是第一个 由美国发射进入太空的人 火箭由一个可回收的助推器 和一个可重复使用的太空舱组成 后者在任务完成后 通过降落伞返回地球 新卸帕德火箭停飞原因 2022年9月 新卸帕德火箭 在执行一个无人飞行任务时 发动机在升空不到一分钟后 发生故障 导致爆炸 此次故障 触发了火箭的紧急逃逸系统 使得顶部的太空舱 迅速与故障的助推器分离 并安全返回地面 这一事件 迫使蓝色起源 暂停新卸帕德火箭的飞行 进行彻底的调查和安全评估 蓝色起源 新格伦火箭开发 除了新卸帕德火箭 蓝色起源还在开发新格伦火箭 Nuke Land 这是一款重型可回收火箭 旨在执行包括地球轨道 和太空探索任务的 更加雄心勃勃的飞行 新格伦火箭的命名来自约翰 格伦 它是首位环绕地球轨道 飞行的美国宇航员 新格伦火箭的开发 一直面临挑战 包括技术难题 和多次推迟的测试时间表 B11四发动机 作为新格伦火箭的主要推进力量 同样经历了开发过程中的延误 亚马逊对抗马斯克 Starlink计划 贝索斯不仅在蓝色起源投入心血 作为亚马逊 Amazon的创始人 它也在积极布局太空互联网领域 亚马逊计划通过其 Project Kiper 投资100亿美元 来构建一个 由数千颗卫星组成的网络 与埃隆 马斯克 Elon Musk的Starlink项目竞争 后者已经开始提供服务 新谢帕德火箭无人飞行事故 在新谢帕德火箭的无人飞行事故中 虽然没有人员伤亡 但这一事件对蓝色起源的商业太空旅行计划 带来了严重打击 竞争对手维珍银和Virgin Galactic 都已在无竞争的情况下 继续齐亚轨道旅游业务 蓝色起源必须证明其技术的可靠性 才能恢复对外界的信心 并继续其载人太空旅行的商业化进程 影响与未来展望 贝索斯对蓝色起源的期望很高 他甚至在2021年卸任亚马逊首席执行官 以便更多地专注于太空探索 他的愿景是看到人类在太空中扩展和建立基地 为地球减轻工业压力 新谢帕德火箭在2023年重返太空 标志着蓝色起源在经历挫折后的复苏 但公司仍需在新格伦火箭和其他长期项目上 取得实质性进展 才能实现贝索斯的宏伟目标 新谢帕德火箭停飞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新谢帕德火箭停飞的具体原因分析 新谢帕德火箭是由杰夫 贝索斯创办的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 Blue Origin LLC开发的亚轨道飞行器 该火箭旨在执行载人航天任务 提供短暂的太空旅行体验 然而 2022年9月 在执行无人飞行测试任务时 新谢帕德火箭遭遇了一次重大故障 导致其停飞 本文将详细探讨停飞的具体原因 故障事件概述 2022年9月12日 新谢帕德火箭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发射场 进行了一次无人试飞任务 在发射后不久 火箭的助推器部分出现了异常 导致发动机在飞行的初期阶段 即发生爆炸性故障 这一事件迅速触发了火箭的紧急逃逸系统 确保了顶部太空舱的安全返回 发动机故障分析 初步调查显示 新谢帕德火箭的B-3发动机 在点火后不久发生了异常 具体表现为 推力突然下降 随后是不正常的燃烧行为 B-3发动机是一种液体氢 液体氧发动机 以其高性能和可靠性而闻名 然而 即便是最精良的航天技术 也无法完全避免故障的可能 安全系统的有效性 尽管发生了故障 但新谢帕德火箭的紧急逃逸系统的有效响应 确保了太空舱能够安全分离 并通过降落伞返回地面 这一系统的设计初衷就是在发射过程中的任何阶段 一旦检测到火箭主体的异常 都能立即启动 保护搭载的宇航员或实验设备免受损害 后续调查与改进措施 蓝色起源公司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启动了彻底的调查程序 以查明故障的根本原因 这包括对火箭残骸的仔细检查 以及对飞行数据的深入分析 调查的目标是识别任何可能的设计 制造或操作过程中的缺陷 并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 对商业太空旅行的影响 新谢帕德火箭的停飞 对蓝色起源的商业太空旅行计划产生了影响 该公司不得不暂停所有预定的载人飞行任务 并重新审视其安全协议 此外 这一事件也向公众展示了商业航天飞行的潜在风险 对行业的公众信心造成了一定的打击 重返飞行的道路 在经过数月的调查和修复工作后 蓝色起源公司对新谢帕德火箭的设计和操作 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以增强其安全性和可靠性 这包括对发动机的改进 以及对火箭系统的全面检查和测试 这些措施的目的是 确保火箭在未来的飞行中能够安全地执行其任务 总结 新谢帕德火箭的停飞事件 是航天工程领域中常见的挑战之一 体现了将复杂技术商业化的困难 通过对故障原因的深入分析和对系统的改进 蓝色起源公司展示了其对安全和质量的承诺 尽管面临挑战 但公司仍然致力于实现其长期目标 即开启人类的太空旅行新纪元 蓝色起源的新格伦火箭开发目前进展如何 新格伦火箭开发进展综数 新格伦火箭 是由美国航天公司蓝色起源 Blue Origin LLC开发的重型可回收运载火箭 该火箭得名于美国宇航人约翰·格伦 旨在执行载人及重载货物的地球轨道和升空任务 新格伦火箭的开发是蓝色起源公司承担的 最为雄心勃勃的项目之一 标志着公司从亚轨道旅游业务 向更广泛的太空探索领域拓展 项目起源与设计理念 新格伦火箭项目最初于2016年宣布 其设计理念是实现火箭的多次使用 以降低太空发射成本 火箭由两级或三级构成 第一级设计为可回收和可重复使用 新格伦火箭采用了B4液体火箭发动机 这是一种使用液化天然气和液氧 作为推进剂的发动机 由蓝色起源自主研发 发动机开发与测试 新格伦火箭的关键组件之一是 B4发动机 其开发对整个项目的进展至关重要 B4发动机的开发历经多年 期间遭遇了技术挑战和测试延期 截至知识截止日期 蓝色起源已成功进行了多次地面测试 验证了B4发动机的性能 这些测试是确保发动机在实际飞行中 可靠工作的重要步骤 制造设施与生产能力 为了支持新格伦火箭的生产 蓝色起源在佛罗里达州建立了一座先进的火箭制造工厂 这座设施配备了最新的生产技术 能够实现火箭组件的高效制造和组装 该公司还在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空军站建立了发射复合体 准备进行新格伦火箭的发射测试 发射计划与合同 尽管新格伦火箭的首飞时间已经推迟 但蓝色起源已经与多个客户签订了发射服务合同 包括卫星公司和国际航天机构 这些合同表明市场对新格伦火箭的需求和信心 公司计划在完成所有必要的测试和验证工作后 开始执行这些合同 未来展望与挑战 新格伦火箭的成功对蓝色起源的未来至关重要 该火箭不仅将加强公司的商业发射服务 还将使蓝色起源能够参与到更多的太空探索任务中 然而 火箭的开发面临着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 以及技术和市场的不断变化带来的挑战 蓝色起源需要持续投资与研发 以确保新格伦火箭能够满足未来太空任务的要求 总结 蓝色起源的新格伦火箭代表了公司对太空探索事业的深远承诺 尽管项目经历了多次延迟和挑战 但在B4发动机测试和火箭制造方面取得的进展 显示了项目向前迈进的积极迹象 蓝色起源将继续致力于新格伦火箭的开发 以实现其太空探索的长期愿景 亚马逊是如何计划对抗马斯克的 Starlink卫星互联网计划的 亚马逊对抗马斯克Starlink计划的策略分析 亚马逊公司Amazon Inc 全球电子商务巨头 其创始人杰夫贝索斯 Jeff Bezos也是蓝色起源公司 Blue Origin LLC的创办者 亚马逊计划通过其Project Kuiper进入并竞争卫星互联网市场 对抗埃隆 马斯克 Evan Musk领导的SpaceX公司的Starlink项目 本文将详细阐述亚马逊的计划 及其与Starlink竞争的具体策略 Project Kuiper项目概述 Project Kuiper是亚马逊在2019年公布的 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 旨在部署一个由3236颗卫星组成的低地球轨道 VIO卫星网络 该网络的目的是提供高速、低延迟的宽带互联网服务 尤其是为全球偏远和未能覆盖地区的人们提供互联网连接 技术开发与卫星设计 亚马逊已经开始了Project Kuiper的卫星设计和技术开发工作 公司计划开发两种不同类型的卫星 一种用于较低的轨道高度,并一种用于较高的轨道高度 这种设计旨在优化网络覆盖范围和服务质量 亚马逊还在研究先进的天线技术 以提高地面用户的连接速度和效率 监管批准与频谱分配 为了部署Project Kuiper 亚马逊需要获得国际电信联盟ITU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批准 并获得必要的无线电频谱分配 截至知识截止日期 亚马逊已经从FCC获得了部分必要的许可 这是项目推进的关键步骤 发射计划与基础设施 亚马逊计划使用包括蓝色起源的新格伦火箭在内的多个发射服务提供商 来部署其Project Kuiper卫星 此外,公司还需要建立地面站和其他基础设施 以支持卫星网络的运行和用户的接入 与StarLink的竞争态势 SpaceX的StarLink项目已经开始部署卫星并提供服务 因此亚马逊面临着追赶的局面 为了对抗StarLink 亚马逊必须在技术创新、服务质量、成本控制和市场推广方面制定有效的策略 亚马逊可能会利用其在消费者服务和物流方面的经验 以及在全球市场的品牌影响力来吸引和保留用户 资金投入与商业模式 亚马逊计划对Project Kuiper投资至少100亿美元 这表明公司对卫星互联网业务的长期承诺 亚马逊还需要设计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 以确保项目的经济可持续性 这可能包括多样化的服务套餐、合作伙伴关系和政府补贴计划 未来展望与挑战 Project Kuiper的成功将取决于亚马逊能否有效的克服技术挑战 监管障碍和市场竞争 公司将需要不断创新 并与全球合作伙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以在卫星互联网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总结 亚马逊通过Project Kuiper计划进军卫星互联网市场 展现了其对全球通信服务的扩展愿景 尽管面临SpaceX的Starlink项目等激烈竞争 但亚马逊凭借其强大的资金实力、技术创新和全球品牌 有望成为卫星互联网服务的主要提供商之一 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 亚马逊将继续在这一新兴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经济学家、专业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专业、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六度world 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谢谢